西甲落爛雙虹對戰 巴塞主場迎致馬體會 金牆大戰 由以往的爭冠大戰 變成爭四支戰 究竟可否分出勝負呢 我是講波又講馬的瑩瑩 苦年我祝大家魚狼伺虎 所以今年的第一場 我就選了狼隊對著樂肋子 不知道狼隊可否捉得住這隻金絲雀呢 我是小小伯樂比的阿仙奴球迷PG 米蘭對米蘭 希望新一年米好像去年 不然這麼難 我是正式看波的BOSS MJ 歡迎收看今集的 麥巴塞 新年快樂生 恭喜發財 今天是年初三 傳統就是要點一下膠 荔枝的東西 點完膠再給 不不不不 都在這裡祝大家這個瑩瑩寫的 好像李斯特成一樣 李斯特成 待會分到以前就比較聰明 今天是新年新精透 但這個禮拜都有播 先講哪一場 我們第一場 是否先講西甲巴塞 對馬體會 厲害 以往其實都是一個很大戰 可能是綁手之戰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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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做這個節目之前 才知道原來 積分是差那麼遠 我知道他們不是綁手 但原來看回 現在巴塞 雖然打小場 和黃馬是差十幾分 對 十五十四分的兩分 似乎沒有得爭標 但這一場 就不只是爭標 也要為面子而戰 你想想 以前西甲巴塞 頭三名都黏著眼 都不用看 只有那三隊 現在說的是 黃馬 跟著西維爾 跟著就是貝迪斯 之後呢 才到這兩隊 我們今天就講這個 爭四 究竟哪一隊 這個議題 多數是在阿仙奴會出現的 我本來呢 開球之前打算 哪一隊有紅色 就支持哪一隊 哎呀 兩隊都有紅色 他都有一些 難搞啊 所以問你們支持哪一隊 所以你這樣說 我就支持他們 打和 哈哈 大家都有少少紅色 不要喊交 就打和 不 喊完很激烈的一場交 大家互相了解多了 哎呀 那我們打和 是 但也不是 打和是一個挺好的選擇 不過我覺得這一場 巴賽可能會給我 稍稍稱先些 真的 是 因為我看過幾場的這個 我真的少看馬太會 但是看過幾場巴賽 也看過幾場 王家馬得利 都不服當年用的了 但感覺上 巴賽好像 像 像 對版少少 嗯 我事前不知道他們和和馬 是差那麼遠的 是 這一場我覺得 有點個人的 主觀願望來的 希望他可以和和馬 還可以競爭一下 這樣 看看他可不可以後來居上 嗯 但我自己看過 巴賽暫時 踢了21輪聯賽 九勝八和四負 35分 排在第五 其實暫時踢少一輪 已經落後王馬15分 即是看巴賽 其實之前在西超杯四強 就輸給王馬 之後 在西班牙杯十六強 又被筆以包淘汰出局 兩個星期裏面 其實他們已經沒有了兩項的杯賽 其實他們的表現 我覺得真的不好 是吧 巴賽上一場作客 雖然就贏到排在第十九位的 艾拉維斯 但當中的過程都看到 艾拉維斯其實都有不少機會 巴賽其實是隨時會輸球的 其實他們都只是 最後在87分鐘入球 贏一球那麼大把 其實贏得都很危險的 我自己覺得巴賽最近的近況都很麻煩 看回他們近六場的主場賽事 其實都是贏得兩場 有兩和兩副 其實都很反覆 看到他們的球員表現 所以我覺得 今次他們對著馬體會 其實都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我才覺得他們會和球 和之中有多不多入球的? 我覺得都多 我自己猜的球彈都猜二比二 希望多一點球 精彩一點 好看一點 新年流流 新年流 可能頭的一兩場就是看他的 是 那佩芝怎麼看? 我今次跟兩位有些 都是不一樣的 我是猜馬體會贏的 為什麼呢? 又不是 其實我猜巴賽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都在說 其實他現在很多時候都是靠年輕的小將 例如法迪、家圍、柏迪等等 但是留意其實很多幾位的球員 他們都沒有辦法在陣 尤其是當中的法迪 其實我們都一直說 他拿了一件十號球衣之後 究竟可不可以抵受得住壓力? 未抵受壓力之前 其實他現在都是新受一些傷患 現在說的是 因為早前是西班牙杯十六強的時候 後備復出的時候 竟然在九十六分鐘 就是保視的階段 再次確認了他的左大腿的位置也是傷的 所以他們都希望不會再做手術 因為對法迪來講 之前都做了太多手術了 他現在希望可以做一個保守的療法 但是今年應該都 可能還有六、七個星期 或者是 六至八個星期都還未出得回 所以這一場上面 他又未出得回 那是不是只可以靠家圍那幾個小將呢? 我都覺得有一點點牙煙 難過 不過巴賽都習慣了 他們經常都是 那幾個叫做本來 打算依靠的主力球員 經常都不在陣 所以都令到他們現在 成績就一般 還有那個家圍 就是十七歲的小將 其實很多人都被他 就是以為他是小白 還有沙圍的一個接班人 就是視野等等方面都毋庸置疑 就是OK的 這個年輕小將 但是無奈就是他的經驗比較少 還有牆外一點 就是發現這個家圍 不懂自己綁鞋帶的 我想他會用那些摩索貼的鞋子 比較好一點 跟香港的小朋友 會用得這麼上口 不過是呀 兩隊巴賽 尤其是那些新秀 真是爭 看外話就帶他 現在西班牙的新秀 真的只有黃馬的新秀 是似了一點點 就是雲尼素斯 這場我一提 這場認真 我都不知道看誰 我最想看的球員都是一些路障 那些 在馬體會那裡有兩個路障 反而是 蘇瑞斯 蘇瑞斯 對呀 基斯文 其實我覺得馬體會 現在和巴賽 大家都差不多 半一百兩 他們暫時 都是踢了二十一輪聯賽 贏了十場 和了六場 輸了五場 三十六分 就是多一分 排在第四 馬體會其實今季表現 真的對比上季大跌 他們在西超杯 西班牙杯 都已經被淘汰出局 亂賽 其實踢到現在 落後綁收黃馬 都十四分 他們為滿的機會 都應該是非常了望的 其實他們連欠前四歐聯席位 都真的可能要砍過 才知道是否最後他們會拿得到 我自己覺得他們表現差的原因 是因為他們大部分 後防球員都接連地受傷 令他們的防守力大跌 失球數量對比上一季大增 因為現在我們看到 聯賽踢到現在 他們失了二十六球 但我們看看上季的馬體會 其實上季的馬體會 踢完全季 都只是失了二十五球 現在是踢了半季 已經失多了 失多於上年一球 其實這是幾誇張的數字 所以其實都可以看到 今季球隊的防守 真的差了太多 再看看馬體會 近四場的作客聯賽 和了一場 三場是輸的 其實一場都贏不到 近方都真的有幾差 對馬體會來說 唯一我覺得比較利好的因素 就是上場他們在主場 保持的時候 進入兩球 反勝華倫西亞 看到球員可能表現 都開始有些好轉 所以今場 我覺得他們做一下巴賽 大家差不多 我覺得他們打和 分不到勝負 既然防線那麼差 所以應該會失球 所以會二比二 都好 沒有那麼多悶球 在斯蒙尼以前很悶 不過馬體會有些值得看好的 就是他們對著巴賽 近這兩季 確實是有優勢的 原來他們在這個 今季和上季的三次對賽 馬體會是兩次都贏球的主場 來講 作客都打和 巴賽兩季 即是未繼這場 未贏過這個馬體會 但是我覺得兩隊伯 有點相似 就是大家都有少少 就是很多 沒有那麼多東西制攪 西超杯完了 這個西班牙盃 西班牙版的竹重杯 又出局 馬體會呢 就仍在歐聯 2月中要對這個萬聯 巴賽就沒有歐聯 他到處對著歐霸 那這場球其中一個關鍵 就是巴賽 究竟會放多少力去歐霸 可能他們都會爭 是的 如果他們都是去爭的話 這一場球再看淡一點 但是如果他們說 不是 聯賽重要 頭四比歐霸 因為歐霸 全力去爭 都未必拿到冠軍 這個 我解不透 那大家看看 到時 看下出場就用 他們似不似 是全力去拿這一場 然後去爭這個 冠軍 或者是西班牙聯賽榜 較前列位置 這個是難 但是馬體會就沒得搞了 他一定不會放棄歐聯 所以他一定是全力的 後顧之後 馬體會稍稍多了一點 所以現在巴賽主場 所以我們就選了巴賽贏了 贏那麼多的 贏一球 可能是一比零 但是剛才 爺傑都說 可能都入過位場 那麼二比一 那我和你反過來 一比二 我覺得馬體會 始終以前是首強於攻 大家都見到 後防的實力很高 可能有機會 就被巴賽 就是巴賽 一番球 但是在這一方面 我不覺得巴賽的進攻火力 又是否很猛 始終不是以前的MSN 而那個S都去了對面 那可能就給少了 女士 你知道他對著 賭歌的球隊 真的十分醒神 希望他都可以在這一場上面 有所作為 同時之間 就是他和祖奧福利普斯的中間 一些互動 其實很多時候 做一個演戶 令到他更加有機會 做一個上前 就是賭球球 進去的那種狀態 所以 在這場上 就會稍微 看高一點點馬體會 希望索尤尼斯 就可以在這一場 進入球球 就是賭歌入球 真的每個都有些道理 我們莊佳又怎麼看 因為我們現在太壯了 是啊 我們真的沒有這麼開 我們錄影的時候 是新年前的 這一場 不知道我們莊佳怎麼看 但是我估計 巴塞龍娜的粉絲 是會比較多的 所以這一場 我猜是主場 怎樣都一樣少少的 可能讓評判 用半球 用得太多 我真的不用買的 應該不會這樣多的 但是我現在越輕 就越覺得馬體會 就真的不只入那麼少球 巴塞的防線 又不行 我轉一轉 3比2 就是再精彩一點 是啊 再精彩一點 但是他們三個是有共通點的 三個都是入球傾向 是多的 是的 入球傾向大 也希望新一年 就是多一點入球 不要看那麼多悶球 因為我剛剛錄影之前 看了幾場 飛足國一盃 真的很多悶球 所以新一年 大家就不要看那麼多悶球 看多點入球精彩一點 每個好年 起碼到這一年 是會比上一年的 入球精彩多一點 股球又中多一點 那下場應該會比上一場好 我們是否趕著說下場 是啊 下一場 說回英超的球隊 可能大家又想聽得開心一點 好 我下次再講 回來了 我選了這場 FA級的英超球隊大戰 我覺得是大戰 雖然FA級 阿仙奴已經輸了給 阿仙奴 就已經出局了 但是為什麼我繼續選這場 就是因為 其實大家都是英超的球隊 是 下一場英超 阿仙奴就會對狼隊 那我就想了解一下這隊球 究竟是一個 就是聽一下各位的 對於這兩隊球 其實有沒有一些 好喜歡 很多東西說 就是狼隊 一向我都幾看好他們 我以為他們是會 准逼色球隊的 但是他們最最不好 就是去年放走了他們的領隊 班奴 大家都攬炒的 就是班奴在狼隊好地地 那麼就整了他過去 然後這麼快就被人炒了 現在就 現在就差一點點 但是都不錯 我是現在英超聯賽榜 截至我錄影 今天為止 都第八位 是 我們都見到其實他近六場 都拿到五勝一和 就是一場都沒有輸過 就是這六場 還有他們面對那些強隊的時候 好像對著萬成 利物浦 他們都只是輸一比零 其實都是 令到那些強隊 是很有威脅性 還迫和了車仔 所以我自己 就是後隊阿仙奴 我都害怕的 應該都贏了 是 對 對 所以從球膽來講 我不知道 我覺得大家應該都幾一致 我都會猜你的狼隊贏 都應該是 對 我就自己猜二比零 就是我們三個 如果大家不清楚 李斯特城球迷 阿仙奴球迷 曼聯球迷 三個都沒有一個 自己的愛隊因素之下 我們都 我覺得我都會比較中立一點 對 因為捉獲會直接淘汰 對 對 但我都是傾 我猜大家看好狼隊 狼隊是值得看好地方 不過聽一下為什麼 看好狼隊 我們先看看諾栄治 他暫時踢了22輪聯賽 就贏了4場 4場回了 14場是輸的 16分排在第17位 排名上 其實雖然他暫時 好像離開了這個鋼巴名次 因為現在第17位 但其實排第18的 紐卡素 是踢少諾栄治一輪 落後1分 但排19的屈福特 也是踢少兩輪 落後2分 所以其實形勢上 諾栄治仍然是鋼巴的大熱門 諾栄治近方在英超兩年勝 其實拿了6分 好像整體的球員狀態 都有所提升 但因為其實今次這個 我自己覺得就是杯賽 不夠他們要在聯賽戶級 那麼重要 我覺得今場他們作客 狼隊這個足腫杯的賽事來講 其實諾栄治自己本身 應該都未必會說全力以赴 他們應該寧願留力去 踢回之後 主場對著水晶弓的賽事 與其是這樣 不如全力試試互吸 看看行不行 我覺得這場對著狼隊 他們都未必會說盡力 都可能放棄 有些少許放棄的感覺 非常認同 完全講了我想講的 對白出來 因為大家對杯賽的關注程度 未必一樣 諾栄治現在他的首要任務 應該就真的是 互吸先的 很重要 那杯賽究竟放了幾多的資源 這個很明顯就不及狼隊 狼隊都說他是不是全力去 爭英足腫杯 那未必他可能都想爭歐洲賽 感覺上他就有多些籌碼 對打 這場又是主場 還有他們也是 近今季上季對賽 狼隊都兩勝一和 試過贏3比0 試過贏2比1 所以這場我有心水 本來就寫了3比0下去 但我上次猜球 我猜入球兩球都準的 都中的 那我今次覺得呢 又準又中 又準又中 那今次呢 我推介呢 入球中的球是三個 可能是3比0 2比1又得 是否穩困過就買那一口呢 OK的 原來就有這個買法 那我也挺認同的 就是我覺得我們三個 都應該一致看好狼隊 那在這一場上 我更加會覺得 劉惠智英是無法入球 所以你那個 可以直接買3比0 我自己就這樣 那因為狼隊 其實他們失球數字 在今季來說 都是失去4個 就是比較少 其中兩個是對曼城 和剛剛說的利物浦 他們對車路士的時候 是迫和 就是0比0 所以其實我見他的防守 都非常穩陣 那再加上 其實一個很標誌性人物 阿達馬仇二 他們的一個易鋒 其實他身形上面 就是很大隻的 大家都很標寒 大家都見到他 一個衝刺形式的踢法 其實他速度快 動作快 等等 雖然他今季呢 是零入球能助攻的 為什麼大家會這麼看好他呢 因為其實現在很多的強隊 好像熱刺 利物浦的領隊 都看好他 其實他在拉空間 或者幫其他隊員拉邊 其實他做得很好 因為他始終都是 一個大隻的前鋒 對方的球員一致 會找多幾個人 抹死他 好像車路士的盧卡古 他就做到這個效果 所以我覺得諾域智也有些隱憂 所以我這場會看到3比0 4比0 4比0這麼多 大勝 其實我自己看回 狼隊暫時踢了21輪聯賽 贏了10場 4場和7場輸 拿到34分排在第8位 其實剛才佩子也說過 狼隊近6場比賽 他贏了5場的一場打和 當中贏的包括了曼聯 對 還有下一場就贏了 打和了車路士 其實可以看到狼隊近方都很好 今季的狼隊 其實我們看到他們是首強的 但是他們攻弱 失球作數字來說 是英超第二少 他們僅次於萬成 他們的防守力真的非常之好 但是攻力方面 在英超看到現在 狼隊只入了19球 只計入球數字 其實狼隊的排名是去到第18位 他們的入球能力 又好像非常之弱 但是我們又可以看回 因為狼隊近3場的賽事 其實總共都入了8球 中前場的球員的狀態 明顯可能都是比起 季初至前一段時間 其實都有所提升 所以今場主場 對著戰意 可能誠意 又要互給的 諾蠅志 我都覺得狼隊可以順利贏球 所以我自己的球膽 就猜過2比0 2比0 確是一個正常的數字 但算是很瘦了 我真的強力推介狼隊 以前我和兩位主持說 喜歡狼隊 對 他們很多市場做得好 譬如他們會關燈 做一些狼眼 很棒 這個是提到 他們的場內組織 如果不是很早前 已經成為了萬元粉絲 狼隊很有機會 令我成為他們的粉絲 就是他們的踢法 你知道他們是很多葡萄牙人 在當中 像剛才提到的 達曼筱爾 都是我一個很喜歡 很欣賞的球員 他以前是踢巴塞 然後去了米道士寶 是一個很靈活的球員 但是他來到英超 為了適應英超對抗性 他變得很大隻 比任何英超球員 那種明買明買 他是可以幾乎是 即是有一定的把握 沒有一個限 一定的把握 他是適合踢大會 他是其中一個比較出名的球員 但他就算一些 二線小小武的出名 譬如說 今季才出場的迪連高 那些都是一些 葡萄牙式 他們是一種進攻型的 即是有些腳法 技術型的球員 他看他的踢球是好看的 好看過不少強舉 老實說 那這一場 除非狼隊 即是很久都未開到紀錄 如果開到紀錄 他繼續玩他那種 即是控球在腳 跟著小組失誤入 那種進攻型的踢法 應該大比數勝 就有那個期待在 所以這場 我真的猜他3比0 還有 起碼這一場 捉總部一場過 除非他們說 他們有其他的隱憂 要不然呢 應該是一場 好替得大家 暢快臨離的 進攻大戰 所以推介這一場 也有選擇場的原因 嗯 我都注意到 其實狼隊的中場 就好像剛剛MJ說 其實很多葡萄牙式的 好手 即是好手和球員 其中呢 就是這個 祖奧、莫天奴 加著納華斯 兩個一路一亂的組合 其實很多時候 一個就保住那個不失 一個就負責進攻 其實都是一個很好的組合 去幫助狼隊 為何可以在中場上面 拿得住那個控球拳 所以這一場 尤其是對著洛育子 比較順悉的球隊 他們可能都會靠這兩位球員 去捉住他控球拳 然後有些長傳 浪波給前面的馬達仇二 或者是 就是茶卡奧等等的 就是巴賽的借帳 其實他兩位都是速度型的球員 所以在這些方面 我也覺得他兩個有機會入部 慘了 我們大家這麼一致 今天初過三的 出街的人 不吵架 有沒有少許狼蕊子的優勢 可以看一下 真的這樣說 兩隊呢 他們那個近況都是好的 但是狼隊是好一段時間 狼蕊子這個叫做 互級球隊 那他今季來說 不是今季 今年 新歷年 2022年 其實狀態都不錯 剛才那兩場 剛剛對上那兩場聯賽 他都能夠有兩年勝 在互級球隊來說 連贏兩場就很不簡單 甚至是 令他的互級形勢 就大好了很多 其實是的 還在說之前 開季的時候 都還在說 劉蕊子是鋼斑膽來的 現在也是 其實也是的 在全國裏面 所以這樣 如果在駱蕊子的立場去看 其實他們的狀態都算是向好的 這一場如果要為駱蕊子 挽回少許優勢的話 他們都算是今年 今屆來講最好的狀態 如果這一場他們全力可以應付 如果他們想著吃狼隊都吃不到的話 那可能要給點心機在聯賽中 找不到他們的優勢 那你會改一下波淡嗎? 不會 有一點優勢給他們 有一點優勢 有一點優勢 就是他的優勢 他的最強 對起這麼強的狼隊 我都覺得還差一點 三比零不算差 他說得這麼愛的狼隊 純粹想想 如果有機會 因為竹種杯 爆冷溫床 很多時候 就算是強隊 對弱隊 例如阿仙奴對森林 都是強隊 對 表面上是沒有理由會輸的一場球賽 都是有他的令人意外的賽 這是中杯其中一個好看的地方 有時候去鼓球就留意一下這一點 你問我去鼓的 很明顯都是鼓三贏的 不過穩陣一點 你可以猜入球三球 就算說落字爆冷贏到2比1 都是日中 有沒有意義?兩位 OK 不吵架 沒有意義 下場吵不吵架 米蘭對米蘭下一場 應該有些爭議 我們稍後再說 最後這次Bottle J 我們就去到義甲 講國際米蘭對AC米蘭 是啊 米蘭對米蘭 希望大家相連就不要那麼難 這一場 其實是不是八期選給我們 米蘭站 對 沒有了義甲的專家 但不要緊 因為很多專家 就會很主觀 我們說英超比較主觀 義甲反而比較客觀 這一場都是兩大的 有名的球隊 應該義甲冠軍 都是其中的爭標分子 看看大家怎樣看 這一場怎樣選擇 這一場我自己也是支持 暫時一哥 國際米蘭 我猜他會贏 嗯 球膽來說 我猜過3比1 都贏得挺多 是啊 我看好他 聽意大利專家說 近年的意大利球 比較多一些入球 那確是 我近年看了幾場 譬如說一些很經典的 就是反勝 3比2 那些 羅馬那一場 是啊 他們其實那個 那個 防守的嚴密程度 是爭了以前 大家看過的義甲很遠 攻擊手藥 有少少 甚至是低級錯誤 如果看過英超 會覺得 為什麼會被前鋒這麼輕易起腳 那所以這一場 就是米蘭萬古 都是猜到多入球的 嗯 我都猜國米應該會有他的優勢 因為他首先是主場 雖然兩隊都是盛西路球場 兩隊米蘭同一個球場 嗯 但是他是主場 這個AC米蘭 就那個 感覺上他們那個 青春班 似乎沒有那麼上力 比起國米 他們欠了一種穩定性 那在一些強強大戰來說 經驗真的很厲害 嗯 所以感覺上 他就應該不夠國際米蘭去踢的 那麼這一場 都是猜國際米蘭 是贏的 但是我這次 都是去回上次那個的估法 就是 都是猜入球是三球 就是要不就贏三比零 要不就贏二比一 是一個原因的 因為他們呢 對賽的時候 國米贏的兩次呢 就是這兩個比數了 要不是三比零 要不是二比一 上季 幾老古節 這樣也是 那麼你有時就跟下旺跡 來做個參考 究竟是跟還是破呢 就自己參場了 是 那進去之後 怎麼猜 我這次 因為兩隊呢 其實優勢上面 其實我覺得 國際米蘭是有優勢多一點的 但是自己看開 AC米蘭 始終有 比較熟悉的球員 雖然今場 這把應該是出不了 因為上一場 他就 雙出了 和了組記 當然是出了些分 其實要爭上去 都是要出力 也有一個最重大的問題 很認同MGA所說 這群年輕球員 究竟是否真的可以抵得住那個壓力呢 同時之間 因為他們現在手藥的問題 其實他們現在中堅 也在咬中堅方 A.C.米蘭 好像他們的卡漬亞 又重傷 然後那個叫做湯姆利等等的中堅 所以他們在後防方面 應該是有些隱憂的 可能就好像你們所說 真的會入球大 但是我覺得 國際米蘭 又未必是 可能兩邊都是有 他們的輸勢的位置 因為我覺得 國際米蘭又不是這麼穩陣的 你想想 他那個杯賽都要靠三十次出來 才贏到球 可能其實兩邊都是 會激烈地 但是呢 可能都是和的 比較有大機會 你猜和 不過我自己就看好國際米蘭 其實就看看A.C.米蘭 他們暫時就踢了23輪聯賽 15勝4和4副 49分排在第三位 A.C.米蘭近三場的賽事 其實都在主場踢 拿到兩和一副的成績 不計上一場賽和組人達斯 他們另外的兩場賽事 其實是對著排米爾的熱蘭亞和球 然後對著排第14的史帕斯亞 還輸了 所以看到他們近況都很麻煩 雖然今季 因為A.C.米蘭在聯賽踢作客的成績 是比主場好 加上近四場的聯賽 作客其實是贏了三場 一場和 當中他們入到11球 表現好像不錯 但其實我們可以看看 他們當中贏的對手是誰 只是排第12的欣波里 排第17的威尼斯 以及排第19的熱蘭亞 這些全部都是中下游的球隊 我覺得如果看他們近況 用這些來參考 價值就不太高 所以其實今場作客 面對著榜首的國米 我覺得他們會很難應付 所以其實我真的看好國際米蘭 厲害 A.C.米蘭剛才說的地方 剛才已經說了 A.C.米蘭近兩季都是 他們的作客成績 竟然比主場好 上季更誇張 上季他們是有16次作客贏球 如果只計作客的積分榜位 他是第一位 今季也是 主場贏七場 和兩場 輸三場 作客是八勝二和一負 作客領取的分數更多 所以他作客是有一定的把握 但是今場是聖西奧 但是主場是怎樣來呢 雖然都是那個球場 都是熟悉的地方 都不捨周居勞頓 但是那個球場 據我理解 那些球迷的分部 是應該不同的 可能主場那對球隊 可能有八勝 應該有兩勝 那個小小的優勢 還有他們始終在國際米蘭 他們近這幾場 他們都未 雖然贏了 但是都是一勝三和 對所有四場 當中也有祖雲達斯 亞特蘭大 這些強隊 都是踢成1比1 0比0 那我就覺得他似乎 對強隊 是有一定的 那個板斧在那裡 那麼AC馬人 甚至有少少未到 亞特蘭大和祖雲達斯 今時今日 在意甲的級數 祖雲達斯也是 是啊 所以國際米蘭 似乎有 吃得住 這個AC馬人的把握 再看他們的往績 剛才我忘記了說 1球3 AC馬人贏過一次 都是有贏過的 國米主場 AC馬人贏過2比1 但是 對上四次比賽來說 國米就是兩勝一和一負 所以買國際米蘭 所以買國際米蘭贏 但是譬如說入球3 有三次都會出現入球3 分別是國米贏3比0 2比1 AC馬人贏2比1 和國高次1比1 所以入球3 似乎比起 國際米蘭贏 就更加穩陣 所以繼續推介入球3 其實看回國際米蘭 暫時還踢少一輪 相對於AC米蘭來說 他們踢了22輪聯賽 16勝5和1負 已經是53分排在榜首 他們的近況真的非常好 跟10場的聯賽 贏了9場 和了1場 當中入到24球 其實只是失了4球 有7場還沒有失球 表現真的非常好 加上國際米蘭 是英、二、西、德 四大聯賽入面 主場成績最好的球隊 暫時聯賽踢了11輪主場 他們有9勝兩和不敗的紀錄 而且近7場的主場聯賽賽事 他們全部都贏了 當中入到16球 失了4球 攻守兼被夾 再看兩隊 在聯賽近10次的對賽成績 AC米蘭只贏了一次 無論球員的狀態也好 近況和往績 國際米蘭都是較優成的 所以今場還有主場出擊之利 我絕對支持國際米蘭 你猜給幾個歲 我猜3比1 3比1 有另一句意見嗎 我暫時 我猜我 我希望入球大 就是入球show 入球多一點球 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伊巴出不了 有機會突出 可能他 餓了球那麼久的球員 其實很多時候 一按鈕出來 可能會想爭取多一點表現 可能他就在這場表演一下 所以在這裏 我希望他入球 我都知道國際米蘭在主場上 或者他們的優勢比較多 所以我希望AC米蘭可以抵得住主場的優勢 都不知道主定下場 但是希望2比2和局收場 都好 都是一場大球 這一場再推介一下 他跟剛才我們說的一場緊接著 看完那個足夠盃 這場是星期六的1點 將來應該不用上班 大部分人可以看完這一場 都是一個很值得看的 米蘭打比 是一個 歐洲賽事來講 強強對戰 二甲的Big Six大戰 又是一個米蘭打比 他有很多值得看的地方 有些球員跟我們英超 都是千絲萬流的 例如AC米蘭有個 基斯的福克迪亞球員 是一度傳來熱賜 二十千流都是想爭 不知道有沒有機會 一些在衣甲打中的球員 隨時下屆就會在英超看到他 所以都可以一看一看 不出奇 你看江地多數都會減少一些衣甲球員 可能會給熱賜 有沒有看對誰 暫時沒有 AC米蘭的龍門 我覺得跟文迪都有點像 文迪 是啊 法國的黑人球員 好像譯名叫做 文干尼 那樣 都是一個歐洲 叫做 有多人看好的門將 AC米蘭那個 反而我認識他 在賽前做小資料搜集 看看他的球員陣容 中後場那些 叫做 冒起的新星是比較多的 所以AC米蘭呢 他們又不是說真的那麼差 但是呢 他們是一群叫做 冒星的一群 如果沒有的話 不如說一下這個 重心 對 重心 有什麼推介 整個節目 如果三場來說 重心 我覺得自己 我會選擇國米贏 是 當然我覺得狼隊 應該都會贏到我 是 但是好像這個有些容易 有些斜 所以我就選擇大戰的 國米贏 OK 反而 坦激了 我兩個入球三都很有信心 是 我比較傾向狼隊入球三 但是我連國米AC和入球三 都是比較有信心的 那麼 大家看一下兩個取緒 但是入球三 狼隊、諾惟智入球三 國米AC入球三 嗯 我就專注狼隊和諾惟智 希望狼隊這場就出盡力 這樣打 下場打仙奴就收回力 哈哈哈哈 還有呢 就踢傷十個 不要這樣 你不是做到這樣的 希望他們大勝一場 或者諾惟智有機會 所以他們就淫不到球 但我覺得其實他們都不用說出盡力 都已經可能贏了 輕取 差很遠 所以阿仙奴都要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啦 我們自己主持就吵架而已 不過也祝觀眾呢 今天就現初三 祝大家好像我們紅魔一樣 紅運當頭 好像我們阿仙奴一樣 紅運當頭 哈哈哈哈 都是紅色 好像紅 紅魔就紅一點 阿仙奴就叫冰工廠 冰工廠 誰知道冰冰 正 贏一場輸一場 贏一場輸一場 我祝大家好像李氏特成 李氏特成 多點李氏 是 大風些 是啊 希望今年的大家 看多點好球 還有贏多點 我們就可以 越找越多 全職看球 哈哈哈哈 今次節目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看得開心 還有來年 都會繼續陪大家去 鼓球看球 今次節目差不多 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拜拜